應用開放主社的年齡站持續來訪問 台南市政府是推出了台南打疫苗的社群帳號 提供我們三點有由定期後發生的服務 為了要來聊天這個系統的狀況 英科匯也順利生存在北区和安兵区來進行測試 以防說這個系統可以找一個專門來開放使用 雖然越來越多中部完成業廟的接種 政府也持續將主業廟的年齡站往下調整 民主可能越來越多的開放對象 台南市政府也推出台南主業廟的LINE官方帳號 要讓民眾投資網路來誘用 日常要進行測試 希望可以帶你來接收 減少行政的作業 台南打疫苗這套系統 是市長特別要求之下 任務就是我們一定要開發一套 連長輩都能夠使用的系統 所以我們當時在開發這套系統 我們就不讓長輩去下載APP 這個因為長輩比較不熟悉 那也不需要去開啟網頁 所以只要使用LINE 就可以來完成相關的登記 那我們今天在北區跟安平區做測試 那預計我們會測試530位 如果說我們在運作上像預期的好 我們會配合疫苗撥補的情形 然後逐步的再把它推廣到台南的其他的行政區去 民眾雖然煩惱這系統對中部比較不方便 但是也希望可以早點來完成 讓想要接種入獄的人可以更加方便來有用 我覺得是蠻好的 因為長輩比較不會用手機 然後接下來可能會人會越來越多 所以可能用電腦來去管理這件事情 或用電腦來去接受預約這件事情 我覺得會比較便利 可能也比較有秩序 為了讓金閣社會都有保護欄 越多人完成入獄的設計 對著預算的五方也是相對比較好的 但台積的台南主入獄的籤正式開放 就能夠提供更加方便的入獄設計 記者郭伯義 市政府 蔡宏伯德